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向大家介绍一谈 1990年我和曹云玄在日本的大阪一场比赛 因为他们其实是争夺获隆比赛的决赛权 如果赢了的话就可以争冠亚军 输了的话只能去争三四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这番戏当然是很重要的 曹云玄在1989年殷尺杯中呢 以三比二赢了我 当时我对曹云玄的一种抱仇心切的心情 所以应该讲这番戏仇人相见 昏外眼红 下的也是见到他的心里 非常有急切的心情要抱 小朋友把这番戏给大家介绍一下 黑棋 开车的话这情况不错 开到黑棋 这个布局呢 是我在1985年和小林光一 诸如这台算所就曾经这样想的 所以这个布局我很熟悉 他这么跟我下 我想他也可能看过一个基础 所以双方下的开始后都非常的快 这个画 这个画 小林光一是种的这个 我说下的这个 杨沃小林光一在画 这个 这个 他不直接画 嗯 看 好 那38年也是注冲的同样比赛 我跟小林光一争夺第三名 第四名的时候 算出同样的情况 当时我是栗子 这时候我还是栗子 嗯 嗯 沃小林光一长的 嗯 沃小林光一长的 正好把这个断面补足 嗯 那我这个 不肯定按下来 因为我还要断它 去 还去翻 去藏 去藏 藏这个下面呢 他还去有这样的手段 一跳 如果接上 他断了 接这个他把这个吃掉 那他吃到这个软呢 他活了 黑棋不太安定 嗯 所以这个软呢 黑棋还是要走平了 嗯 可以 说看起来呢 这个软 白棋好像步调比较快 你看 他这个 这个断面美股 又来攻击黑棋这个脚 然后呢 一通过攻击这个脚 就朝边上拆 好像走过的步调很快 但你仔细的再看呢 那么这些软都贴在黑棋的墙壁里 那这个也是贴在黑棋的墙壁上 所以呢 这个棋呢 呃 他的 步调很快 但是呢 后面的毛病很多 并不见得好 黑棋现在呢 切记的就是拐这个 咱们拐这个的话 咱们拐这个的话 好长 你放鸭 很有长 那这个猜 又有存控 又安定 这些一无所厚 所以黑棋呢 这个棋要飞出来 为什么要飞呢 这白棋冲断是不行的 冲断的时候底下有短 而且这里头是活气 根本不怕冲断 再飞 这个时候再管 除了它长 那就等于 刚才没有压肩 这个肩本来是后手 还其实也躲在这儿 那么现在一肩 它躲在这个时候 那个段话来就严厉了 这个棋就是全碎了 所以白棋呢 这张棋呢 不长 所以 这段时间的这个棋 仍然没有安定 看着 比方说 以后黑棋一虎 白棋就要退 黑棋一点 咱就要接下来 黑棋也可以冲这样 让他把这个人冲去吃掉 让他做做苦 也可以就直接点 或者点这个 这个直接点这个也成为 这些病人的活单力 所以说呢 黑棋还是 这样还是很 相当主动的 因为白棋地方是不干净 是 以后这个棋也是先手 对 现在黑棋呢 就采取了一种 由于 通常看 探断一下形式 觉得形式相当不错 就没有 采取比较积极的下方 嗯 是简单的 所以 白棋 假如说出头 那么黑棋在前 这块棋还没有活 量来去比较 背中 完全采取一种 要引火的战略 就是先手脚 如果现在黑棋搜它的针的话 它出来跟黑棋最好 那么黑棋 跳上 让白棋活 让黑棋的传机显得比较厚 让白棋坚 这就活 如果不活的话 这个被黑棋一坚 就会从里面撞 这个不太 这个 通常来打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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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就是要逼过来 要逼到底了 白棋拆的这么小 可能是 因为 黑棋这个 这边有 小黑的脚的堡垒和这个比较强 这个跳还是很有作用 那么 白棋 温柔的这么 小拆一个之后 黑棋用最大限度 对吧 对吧 因为黑棋的这个 棋盘的看出来 整个棋盘 黑棋的 形式比较厚 嗯 白棋 正常的话 是应该走这个 因为这个 爬起来 整个目的感觉 攻击它 但是这样呢 黑棋一天呢 上面的形式 马棋很难措手 常文贤是 继续 继续 对 它是 嗯 继续顶住 这个 不顶住的话 它地脚了 地脚了 地脚上空了 现在顶住之后呢 如果它地脚这样搬住 它里头 这些能活也很局促 那当然它是走在外 嗯 嗯 做了以非之后 假如再被它走 那么它就完全做干凌了 这个棋就成为 一根的浮血了 所以呢 这个我们在讲 这个地方随小 但是关系了双方的根据 所以黑棋还是要强调 现在是我大吃一惊的时候 是白棋 本来 应该这样 这是最正确的 最普通的下场 我看 天啊 这是我大吃一惊的 嗯 这场棋可能过分 因为黑棋应该对它发动用心 嗯 嗯 嗯 吃它 最实际上的黑棋 这个白棋已经很危险了 嗯 再一个呢 不走 先听这边 运用这边白棋 每天把黑棋 起来之后再吃它 这两种都是可取的方法 那当时我呢 还有一种优势心理这个做惯 这三挺的呀 这行不行的呀 这其实 就是我强患的这个毛病 就是 走优势的时候 以为 呃 就确保一下失控 为什么走这个呢 所以看白棋夹 白棋夹 黑棋夹 然后让它这样拖 这拖 你看是不是有点厉害 比如说 帮着它夹 怎么办呢 就好走这个 嗯 是吧 嗯 我叫车 你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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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憋下 憋下 而且呢 你再吃的这两天两个都不要了 它借用了 已经断密 都用光的时候 是不要了 嗯 但实际上呢 它来不及 它这么 你供它这个 这么来不及的这些所段 一块都让它直接来 所以这个呢 是大环境 应该 往中的 结果我走到这个 它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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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沒有,我如果不走,他一搬,我擋住,他爹先走,就已經活了。 我去問,這次走的這麼一個東西,沒有用。 但實際上這個題,我還可以經歷,說看不行,實際上還是可以的,擋住。 是,他會說,大概應該算了,是吧,繼續吃。 這樣就行了,這樣就繼續,就這樣。 這樣外頭,有個小時候呢,把這個打攻他。 這樣全局還是可以起零先。 他這個局要跑起來,不然把這個控制圍起來。 然後,幾個選手,馬上一搬,又要打入攻他。 這個局,飛機非常順暢。 好奇不行。 最後,再說,飛機又鬆陷了。 最後,鬆陷連續溃爛。 這樣,加著呢,一搬,一搬,一搬的時候。 飛機是火, 一搬就在藏下來。 騙他打車的時候,他就會打這個。 你再提到陣形波谷的一個。 就是,作戰是大大失敗的。 現在形勢危暖。 飛機,爬這裡。 然後就笑得很好。 鮮鮮鮮這種。我原來以為他先壓這個,我可以藏這個,在這個後手。 鮮鮮這個效得比較好。 我可能隨便打這個。 我打這個的話,他接上。 假如我吃它,它這個,就是鮮爽打。 壓過來可以苦,鮮爽苦我也受不了。 如果这是我退的话,让我探厘下来 我这个体育就很大了,这个吃,本来可以吃在外面 所以它鲜这么多,很妙 我如果不打吃,以后再打吃,它就接着这儿,让我提这个,不接这个 这就是我很难够,我不知道应该鲜都哪里好 那实战当中呢,如果是打吃,它接着,我再尝,它走别的地方,那我应该打吃了 但是它最后绝对是立下来 我反而想了,不能打吃,单费了 单费就不好,以后再打吃,它不接待了,就接待了 可以 可以 这样呢,它把这块也处理好了,这块也处理好了 那么多处理好了,这块就没显得那么薄弱 反而我攻着它,它不活的话 这块就是刘宏哲,刚才咱们说的一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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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腿 五腿,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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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就连交易,一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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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腿 这腿 这腿,一腿 这腿,一腿,一腿 这腿 这也是一个特殊情况下的 抢手吧,只能弄强,就弹了 他翻,我抢了 他那时候不能管你啊 后来就在底下,我把木弄掉 他的后势没用 是不是啊,他把白旗的木活得全小 所以黑旗,这样子的白旗接着 黑旗,好 再去关 关底下 你去钻 所以白旗得先打吃 这点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先打吃,后打吃的话 黑旗,黑旗打吃,来去接着 黑旗再打吃 黑旗的情况就接着好啊 他先打吃就是趁 黑旗没有反击的余地的时候 先打一吃 否则以后,这些连作截的可能性都有 因为这个截裁,以前就提五个多的截裁 所以,我再打吃 所以,我再打吃 那么,我再打吃的时候 这下打吃就没意义了 看,接着干 好,是吧 所以,我再打吃 那回旗,整个一个鲜手 尖手就把这些跑出来 还是成功的 然后,黑旗再打出了 那就是 因为白石走到这个时候,这一带白石有些要成空的希望,这个出来准备破了 但是也出来,这些呢,这些要被封住了,这些还是要断的 所以,但是,现在是其他普遍的形势不错,但是其相当不错,不论怎么普遍的都不错 对于他来讲,他总是拉得太过分,也许把他断的 然后,你看这断还有什么好处吗? 对,还有呢?还有就是一点的不够 那他在里面倒一层 那上面是,因为是如虹,这很难过吧? 你再走了一个,又走了一个,这个断的完了 这样会起一条,会起结果,应该讲是优势 就是一方面消他的空,一方面有空他 虽然这就被他捞的失控了,但是这个全局上还是非常有利 然后,抬起如果普通的什么违控或者救 它连不上,再连不上这块就有危险 一两块都不活,连这块都受伤,是不是? 嗯 所以常常走一个什么样的势 我想他这么像呢,都是为了看他这一场势 这一场势呢,如果你接下来的话,他冲过来,断 就形成这个异形 不过,他冲通的话,你看,快刺 但是,只有业余九级的人才会这么接这个 他想让我这个九段变成这个,余的九级先刺我 让我接上,他再这么过来 那我受不了,所以说,因为证明这个是九段 就没接这个,我顶接了 你这个呢,那就形成转换了 他笑的是一个,我笑他这个,他冲掉 我就把这个,给他撕掉,他可以 那么这两个,已经死掉了 那么这个黑人就死掉了 他为了十多梦,我在这儿为了十多梦 差太多了 形式依然,微细 微细,但黑旗呢,就是从刚才一开始的优势 因为,因为这一大的软弱 变成白旗,那个,有希望 那么白旗呢,就在这地方呢 松懈了一下,那么黑旗又捞回来 恐怕还有什么,微细,黑旗 嗯,这一块,是刚才说过的这条手段 等一看 等一看 先把黑旗的撞 因为,上面这个,不让那么急,急了 摆一看 嗯,就去这儿 再去撞 这就把它撞回来 撞到来有几种原因 原来一个要充它 这样防止它跑出来 它好像就快走后了之后 这地方是尖凝虎是尖凿 不然的话它全体都不活 所以牵制着它跑 另外要充它 它只要防刚才的断柳 可以去活 可以去跑 可以去扳 可以去扳 这个骑行从形状来说 黑鞋太想吹这种 我是实在想吹这种 但是我来看看它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你看是要冲下去 这样我必须挡住 不让它这两个跑 让它拐出来了 这两个跑了算还要算 不过我吃它这个 它这个超厉害 我接下来 它一冲下去 就冲下去把我这两个吃了 我吃它的鱼卵 它说这两个 因为它是虚空过来 所以我这个 只要心情想吹这种 只不过是感情上的问题 理智上告诉我 它还得必要的时候 能躯能伸 还是该多的地方 都能全都伸在外 去的时候也就是稳健的退 这些 现在它连串的时候 整体的黑气有些薄了 所以有些 在它走了几个之后 有些全体的跑了 就去找一个 不过还是不走好 不走可能会更好一点 走一个运动不大 因为随时都是黑气的 现在这个命本来也有牵手 现在把这个变化走不定 我在接下来 接下来这块就安定了 因为前面一顶 你接着它就挖到马上都吃了 一顶接着一段 把这两个吃了 现在从时空上来看 可以去大概稍稍的一点 这以后呢可以去出现大的问题了 长 可以去拐头 然后可以去有危险吗 拐头 白气的拐头 可以去冲 拐头 因为现在 拐头 所以现在 拐头 可以去拐头 可以去 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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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 拐头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现在拐头 真的拐头 这地方已经有漏洞了 现在它靠黑系如果冲 然后这是靠什么跳退啊 就是才能维护着这块的生命安全 现在呢 这块已经被撞开了 又要受欺负了 嗯 现在如果黑系安全的连续 我刚才看黑系旁边有10目左右的优势 来去策略一下 所以黑系不要把这个一接 就是安全的取胜 为什么这么说呢 白系倒是被冲断 被冲断这个 但是黑系从那儿冲下来 白系一点便宜都没有 这只会有吃亏 那么这个没有断的话 就是它帮着黑系统成了几磨期 白系好像刚才不走好 可是非常遗憾的黑系看错了 果对了 果对了的话 后来是 天 黑系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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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走这个的话 它一冲 你一打一脚吃一解全都死了 现在冲这个我一直看错在哪呢 我一直以为 这个几白气洋墙吃黑系 只能断这个 但断这个呢 它是不行的 断这个呢 断这个呢 黑系接上 嗯 嗯 白系假如 挡这个的话 黑系 一小时一接上 这一小时就把这个吃了 是围棋 所以我没想到它可以 瓮切这个 这个 坐一下我 马上就头昏了 我这个是她的 姚妹的 她可以尖 我突然間上那間二十幾個就擺紙進去了 而結果沒有什麼收穫 最主要是沒有東西可以補償的樣子 就給你出了一個大寶貝 你看看這雞 什麼地方能補償 沒薄 我再把這個擋一下 再把這個擺出來 這個擺出來本身是最大的地方 因為這裡有一個飛 有一個飛點 它不能斷 它假如虎斷不著可以補償 它這樣通斷 你可以打去一般的也行 所以打去立下了 這個時候 正常說收穫子應該是可以補償不行了 為什麼不行呢 就是這個呢 可以補償 這次的應該是二次六八十 現在十四十六十八 現在飛騎兩目 二十目 飛騎呢 只有後面吃這麼三個 後來也沒機會去吃了 這三個 正常的還是要飛的 這樣說 我們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二十目飛騎吃掉了 現在呢 飛騎呢 是 這樣 運用這個 這個 最後的一點這個 機會吧 瞄著這個 白騎這個 這塊騎這個 充斷 瞄著這個充斷 瞄著這個充斷 白騎呢 把一個 一個 一個 兩個 武裝 oder 進 Created 真的 她 實際上哪 這個時候呢 白騎 跟騎的家得時應該摊著 這 contar 所以他在吃,他在接住,他在做活了就行了 他这个地方有半年,一走,黑气破不了他这半 黑气只能走一个,走一个之后他就断不了 要骂的话,他就打吃,打吃,打吃也断不了 但他一跳,他就可能又赢我一盘,我这个旧仇未报就天心恨了 他以为这时候形势不错,老老师的手术没有想到有进取心的滑手 所以光想自己不出问题就行了,其实越这样就要出问题 现在黑气那个,劫柴肯定有利,因为黑气全盘特别厚,白气找不到劫 这一断施,白气就完了,如果你打吃他提,以后就明白了一点,就全能死了 现在黑气去白气这个半只眼,黑线都护进来,要撑断了 白气没办法,只能走这个 黑气翻了 白气,真是有打吃 这个,这个没活嘛,因为刚才我们说这个白是先手 那么黑气,踢斜,踢这个 黑气在白气上站住 那么先手把这两个踢下来了,以后这个还是先手 嗯 嗯 刚才我们算这块,黑气好像记得是十三模 现在呢,你再看,黑气鼓这个,又是先手 不理的话,这块一肩就死了 一肩一打,一搭 先搭这也一肩 这个再鼓一下,年轻 那白气,这鼓一个,复在这儿 他这个就是先手,可以做活 但是我们看看这块黑气的空呢,已经,刚才十三模 现在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已经十三了 这多了一模,两三四五,多了五幕期 多了五幕期,看着不大 但是对这台气的胜负呢,又起了这个决定性的高利 五幕期已经足够在这台气取胜了,然后黑气 背面就不能冲段,背心假如冲段 背心就长了 现在,背心得走,不走它它就加起来 背心得闭点,背心得生 背心得剃得了 背心得吃这个 背心就,先手这么贴住也可以 喝这气就行 白鸡反而吃亏了 那黑鸡这样走了之后 白鸡就只好尖这个 尖这个产生什么情况呢 以后黑鸡先走就把这个走 现在黑鸡走的这个 之后 我做个走掉 我顶对了 黑鸡收掉的关系 我现在冲 你可以把 白鸡也走 挡住 这个地方冲不在你冲他 挡住是 是黑鸡指的这个先手而已 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现在黑鸡就是 一翻 一挡 一翻 白鸡一挡吃 黑鸡把这个短墙走住 这个本胸一挡三目 下一个行事 叫吃接住 一点一把一接 先手伤活 白鸡一挡就接这个 不接这就死了 歹地又杀了 那先手一伤活呢 你看看 它实际上白鸡是没有走 接着这个 先飞了一下 先飞了一下 飞了一下 把黑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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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 然后再把这个接起来 接这个之前呢 它先交换了个次序 就是 紧对着 接住 处理 度过 再接上 那么黑鸡把这个鸡 给它撒回去 沿 然后 红色 红色 再直接 直接撒去 后面一提就活了 它就把那个提了 红色 再接这个 好 我们现在可以 接下来看一下 行事 现在这个 自拍的白鸡呢 是 8 10 12 14 24 86 28 3 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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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6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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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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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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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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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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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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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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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机会 那就要完全抗争到底 虽然开始中坛出了大毛病 但是完全的抗争之后 曹一选就后退了 这番机反而赢了 好 这番机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